軟體 編曲 編曲 好 來 大家好 太小聲了 安哥 好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每週的那個直播時間 那今天已經是最後一週囉 如果也是今天才來的朋友們 那就只能看到老師兩次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我們的蘇經理 蘇教練五次 就是在明天的晚上八點 OK齁 好 那我們今天這邊是放肆運動 忘記介紹 這邊是放肆運動 我是幫人教練 然後我們這一次跟迪卡龍合作 四周的運動主播教學 那馬上就要開始了 今天的主題內容是上肢訓練 那今天上肢訓練一樣會有分 是不需要器材的 就是徒手的練習 那如果你有加入我們的那個粉絲專業的話 可以看到預告今天的課程內容 是不是有點心動 想要一起動 單壓成 好 再來 另外 絕對可以 另外呢 還有需要是有器材的部分 就是準備啞鈴 那啞鈴的部分可以用寶特皮裝水來取代 或者是小沙包也可以 反正你只要可以拿著做東西就可以 那我們就試步以遲 直接開始囉 好 第一個當然要先從熱身先開始 我們先站起來一下 然後我們每次必做的五個熱身的動作 現在一次交給你 然後我們先把左腳 然後把雙手撐在腳踝的內側做一個大的弓箭 背杆打直 然後同側手 左腳在前的話我們就把左手肘慢慢往下碰到地板之後往上抬 翔天花板回來 回來手撐地 左腳回 換成 右腳 好 然後右手肘往下 打開 右手撐地 然後把雙手撐地 右手往後退 然後 右腳往後退 再來 我們總共會做五次 現在要做第二次 左腳往前 左手肘輕 弄後 打開 然後 往上直 回來 左腳回 右腳往前 右手肘往下 後地板 往上直 回來 右腳回 左腳三 左手肘下 右上 回 左下回 右腳上 第三個 右手下 上 回來 左腳回 左腳第四 左手肘下 上 回 右腳 右手肘下 上 回 好 第五下囉 左腳先往前跨 左手肘下 上 回來 左腳回 對 右腳往前 他記得我們在做這個攻步的時候一定要感覺到兩腳之間是拉開到最大的距離 下背不能有壓力 好 然後再來右手抖下來 往上 回來 往上 回來 好 OK 第一個熱身動作完成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我們會做全蹲旋轉 然後一樣總共會做五個 所以準備姿勢是從兩腳與肩同關 膝蓋的外拋 膝蓋圍圍的外巴 然後想像後面有一張椅子往後做 一坐 大腿呢 雙手就貼著大腿內側 移動 然後記得量不要完全丟下去哦 腳還是要撐住 然後右手抬起來 往後直的時候 左手肘要盡量把膝蓋往外撐開 回來 回來,換成左邊,回來,之後雙手高舉,然後站起來,一,再一次,聽不做,右手,腿,左手,腿,雙手高舉,二,準備,坐下來,右手,左手,雙手高舉,三,四,來,聽不做, 右,右手,左手,雙手高舉,站起來,四,來一次,雙手勾著,屁股坐下來,右手,回來,左手,回來,雙手高舉,站起來,最後一個囉,全蹲先坐下來,之後呢,背打直,右手舉起來,往後,回來,左手舉起來,往後, 那自己的膝蓋都不能做內腰,雙手高舉,站起來,好,第五個完成,再來,第三個動作是,側跨步,然後加上身體的旋轉,所以我們先站,選定位置站好之後,右腳往右邊跨,越大步越好,然後再來把右腳彎下去,左手盡量去靠近地板, 然後推回來,然後推回來,回正,換成左腳發步,然後右手盡量去靠近地板,然後我們身體要慢慢地做前行,回來,右腳,回來,屁股要一直往側邊推出去喔,左邊就是左側, 右腳,好,好,來,右腳三,回,左腳三,回,右腳四,回,左腳四,回,右腳五,回來,左腳五,回來,完成,好,這是第三個動作,第四個動作呢,是單腳, 硬舉,所以我們呢,老師用側面示範給大家看,先把三腳全空,之後往後推的時候,手順勢往前伸直,那這個動作我們會連續做五,所以直接保持在這個T字形,然後慢慢回來,然後二,往後延伸,慢慢回來,好,來,三,往後延伸,慢慢回來, 再來,站立腳要穩定住喔,腳快平衡,然後膝蓋可以微微彎,身體要下壓,四,然後最後一段,五,好,然後再來又換臉,換腳,然後先從踩腳開始,然後把這隻腳後延伸,身體下壓,一,慢慢回來,二, 再來,再來,再來,三,再來,一,二,四,好,屁股不要翻掉了喔,要保持,骨盆都正對著,屁股,好,那就是要進入最後一個動作了喔,是毛毛蟲,所以你想像自己像,那個毛毛蟲一樣做平衡的動作, 雙腳先踩在位置上,雙手放後,兩腳的前方,然後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後把身體順勢,往前延伸到伸直,那當然如果你可以伸得更實,你就盡量往圓端延伸,然後去多刺激腹部跟上,然後之後再往回走,這樣站起來,然後這樣子,一, 第二下往前,一步一步往前走喔,好,然後再推回來,往上停,然後再雙手往前,慢慢回來,三,往上來,吃,乘到最遠,然後再往前,回來,三,往上來,吃,乘到最遠,乘到最遠, 再來,四,最後一個雙手往前,爬行,然後盡量減少身體左右有放動喔,好,吃穩定,回來,五,沒問題了,好,這樣算是正式熱身完畢,那當然如果你自己是有一種習慣的,然後你有特定哪些關節,是比較緊繃,或者是哪些肌肉是比較不容易被喚醒的,你當然也可以再多加做, 你自己,就是專屬的熱身體,好,那再來我們就要進入到今天的主題,第一個動作呢,前兩個動作都是徒手,就是不需要騎,你只要有電子就沒辦法做,那第一個動作叫做,人人都能做,單手不易徒手,好,那當然,就不會是,跟我們一般,我們之前上一次的課程裡面有交過雙手的,我們必須 一同平板式,然後慢慢的把我們的手褐往兩邊外,肩胛骨要夾緊的狀況下,好,那這個,當然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因為老師也沒辦法,在這個情況下,做單手不易徒手,所以等一下呢,我們要開始準備的位置,是會先保持在側座,OK喔,像這樣子,好,然後兩邊膝蓋都做九十個回去,之後呢, 我們會把我們的,呃,我們怎麼稱呼呢,好,我們現在先同意一下好了,我們先把那個左邊的屁股坐在比較靠近地板的位置,右邊的屁股沒有在地板上,好,然後再來就是對側手,意思就是在我們把右手撐在地板上,是在你的胸口的前方,好,好了之後呢,我們就會把手肘彎起來,然後身體慢慢的倒下去, 然後再推上來的時候,把手肘伸直背打,然後讓它下去,那在這個動作,當然我們就可以藉由,你想一下,如果老師今天沒有用手,原則上呢,我身體還是可以透過核心的力量入股動,所以你會稍微借一個點核心的力量來幫忙,雖然主要還是手持,OK喔,好,那我們確認之後,等一下我們就一起做,總共會做十五下,OK喔,好,那另外一支, 你的手呢,你可以交叉,放在最側的肩膀,或者是扶在自己的側腰股上面,好,然後下去的時候盡量把同側邊的肩膀,就是跟左,呃,左邊的肩膀,就直接用說,左邊的肩膀往地面的方向靠,但是不要完全碰到地板,輕點,然後一,推起來,手都不要開掉囉,盡量夾進你的身體,身體側躺, 五,二,三,四,然後覺得手臂多力伸直,五,六,手都不要開喔,七,八,九,十, 十,手掌全力推,十一,二,十二,手臂好痠喔,十三,十四,十五,OK,好,再來就準備換邊,對齁,好,那再講一下喔,我們現在換的就是右邊屁股換下,兩邊膝蓋都幫我做九十度的彎曲, 齁,齁,然後就有點像這個1990的這樣做在地板上,好了,之後左手,撐在地板上,身體都是保持一條線,好,慢慢的把右邊肩膀放下,透過你的手來,就是這樣,那個高度,所以手都會彎下去,然後推上來,一,二,然後一樣喔,手臂要盡量夾向身體,三,盡量往身體的方向夾,下去,四, 五,六,七,八,九,十,還有五個,加油,一,二,手掌推,三,四,五,OK, 好,OK,再來,這樣就完成了左右各一組十五下,好,那因為今天我們那個時間有限,所以我們原則上每個動作都會先做一組,那如果你自己要把它變成,是你的主要的組,特別的訓練的話,我們至少要完成三到四次,那中間給他大概休息,三十秒到一分鐘,OK,然後你就可以再去做另外一點,好,所以這個是我們要邀大家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人人人都能做的,單手,不易吐身,OK,然後要切記,手肘跟身體不要太開,要保持跟身體是連結在一起的,然後借一點點腹部的力量來幫忙,OK,好,那第二種,五手的動作呢,就是,喔,什麼,地表最可愛,雪天池,OK,第二三件, 那雪天池這個動作其實來自就是英文翻譯,叫做Snow Angel,就是你想像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到了一個下雪的地方,然後你會最想要做的是什麼呢,當然就是躺在雪地上,那我們自然的就是像揮動我們的手,地板上就會形成像一個天使展示的感覺,OK,所以這個動作的形狀就是像這樣,所以我們等一下或是呢,先躺在地板上,好,那躺不是隨便躺喔, 我們要注意我們的肩胛骨,喔,肩胛骨就是我們背後的兩塊這個骨頭,它長得是有點一個三角形的形狀,左右邊各有一塊,那我們這個肩胛骨呢,要是完全盡量的平貼在我們的地板上,所以不是只要有人躺去就好,你要很刻意跟專注的去把我們的胸口,就是往外展開來,好像在做擴胸的動作一樣,然後讓這個背後,就是肩胛骨, 先躺在地板上,然後呢,再來是維持手肘跟手腕也是盡量貼,然後在這個角度下,做推動,好,所以老師先坐著示範,那等一下呢,我們等一下就是躺下來,然後幫我確認肩胛骨有黏住,手肘有黏住,之後呢,最低帶就是從在身體旁邊開始,然後盡量讓它貼緊,然後往上帶,然後越上去之後,你越要 要保持手肘跟手腕貼緊的話,就會比較困難,但是還是要盡量,但如果你到這個地方發現你的手肘,貼起來了,那就請你停在這個位置,然後就慢慢下來,所以目標就是要先把我們的肩胛骨跟背,手肘,手腕黏住,然後再往上帶,然後再慢慢的回來,好,然後在下面步驟的地方,不能因為我要去做夾背的動作, 所以我就把我的腰背往上拱,不行,它這個地方就是自然放鬆,如果你覺得你沒有辦法,在這個情況下,自然放鬆的話,請你把一張椅子,墊在你的小腿上,或者是放喝抗命球,之類的東西在這裡,那台條這個動作,會讓我們的骨盆後勤,就比較不容易發生,它太前期的現象,所以這是用一個就是預防器,所以我們也可以, 把我們的腳抬起來,確認我們的骨盆會黏緊,然後再把肩胛骨貼緊,然後再把手肘,放在這裡,然後我們一樣會做來回15下,OK好,來,那我們就開始喔,預備,一,往上滑,那這個動作它,難度比較高,但是重點是在於,你的肩胛骨要持續,穩定的, 維持在加倍了,時間內,把時間呈往,2,3,5,6,7,被夾住喔,8, 8,9,10,11,12,13,14,15,OK,好,我們來放下,好, 好,然後還有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嗯,老師用背面示範一下,就是我們在做台的動作的時候,不能讓我們的這個肩膀跟著這樣做,好,這樣子的話,其實你的肩胛骨就沒有定位定好,所以整個在,包含你在躺在地板上,或者是你在貼緊牆壁,好,有些影片教學也會使用貼緊牆壁的這個方式, 所以,不僅是在這個方向上,往後的方向上壓緊,上下也要固定住,好,然後再來做這個掌心動作,好,然後一開始的角度一定沒有辦法跟,可能示範教學的影片一樣,沒關係,但重點是你要持續去做,OK喔,好, 好,那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了兩個徒手的動作,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到需要氣踩啞鈴的動作囉,好,那需要氣踩的第一個動作呢,大聲的把它唸出來,嗯,我推,我推,我肩推,OK,好,那意思就是肩推啦,那肩推當然有很多種方式, 有些人是用槓鈴,就是有一條槓子的,那我們今天會用啞鈴示範,那老師先那個,站著坐好,好,站起來之後呢,我用側面示範,我們會先把腳圍蹲,確認就是像是站緊,所以不是姿勢隨便站,OK,好了之後再把啞鈴拿起來,然後我們會先從呢,身體的側邊來, 開始做,所以你就把它打開來,成一個所謂的投降姿勢,好像如果有人拿槍對著你的時候,會去坐坐車的頭子,開始,之後呢,我們就有意識的把這個手肘,往耳朵的方向靠近,然後伸直,然後再慢慢的回來到,打開來跟肩膀一樣到位置,不要再滴下去囉,就是撐在這裡,所以當啞鈴慢慢回來,或是這個動作慢慢回來的時候,你並不是真的放手, 而是只是沒有那麼處理,但是你還是得處理,維持在這個角度上,然後往上靠的時候呢,就是往上推,OK嗎,好,那我們OK的話,我們就一起做囉,所以我們會從這個位置,然後呢,一樣,我們雅鈴跟他會做12下,我跟老師一起做,預備,1,然後上去的時候,雅鈴會變成像這樣, 好,慢慢下,好,慢慢下,好,2,然後慢慢下,下來越慢越好喔,來3,保持背挺胸,慢慢下來,4,下來,5,下來,6, 下來,7,下來,7,8,下來,9,5,再來,然後記得手腕不要折喔,7,10,下來,11,下來,最後一個,2, 再來,好,那這樣子就是一個,肩退的動作,OK,好,那當然如果呢,有些人會說,你是有很明顯的,就是左右邊對稱的現象,那我們也可以分開啦,變成,我先focus在,單手完成動作的時候,之後呢,再換手做,也是OK的,好,然後或者是呢,還有一種訓練方式是,嗯,我同時先,hold住雅鈴在這邊之後, 我左右手交替坐,好,也是一個可以就是,改善左右邊,比較不對稱的一個現象,嗯,好,那要記得喔,我們的身體跟軀幹都是保持穩定,所以在做手肘往上進退的時候,不要把肩膀跟在我上頭,所以你如果真的上不去,就慢慢下來,然後休息就好了,OK喔,所以不要為了定住做到那個次數, 呃,造成動作上的,就是不正確,好,那這就是,那個,肩退的部分,那一樣,今天老師就只會示範一組,那如果你們,在做訓練的時候,就自己在,補作三到四,那,再來,下面喔,第二個的動作,喔,雅鈴的動作是非常的精彩,喔,那一定要跟著老師一起, 如果你旁邊有人的話,也可以牽著他的手,叫做,我們倆俯握划船踩風鈴,很好,有沒有讓大家想到一些什麼事情,OK,好,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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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到這裡就好了,那,所以主要的動作是,俯握划船,好,那俯握呢,我們有沒有一些中文系的朋友,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俯這個意思,其實就是趴的意思,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做,划船的這個動作的時候,我們會讓我們的虛幹,是在趴的情況下,做動作,好,那我先簡單講一下,划船這兩個字,你如果之前有,看過很多訓練的書,或者是影片,都會提到划船這樣子,可是我們有很多種訓練的動作,像是,呃,滑輪的划船,槓鈴的划船,然後等等的,單手的划船等等的,反正划船這個字呢,它其實就是,你的手要從, 撐直,然後手頭彎曲往後帶,然後就要去刺激到,我們做夾背的動作,我們都要做,划船,那是因為,我們如果要去刺激我們的其中,原則上呢,我們的這個阻力,必須要跟我們的這個方向,是在同一個水平面上,所以假設今天,你是要做這樣子拉的動作,然後你是想要用啞鈴做,因為啞鈴呢,它的重量,就是它,所謂它可以給你的阻力,就是地心靈,所以變成地心靈的方式這樣, 可是如果你站著這樣做的話,等於你跟這個地心靈就是垂直,而不是體型,那等於就沒有作用到,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做啞鈴,或者是槓鈴這種,是重物的,嗯,這邊犯就是,不是彈力帶,或是輪,輪,輪軸的那種,就是重物的話,我們就必須把我們的身體,俯落下來,趴姿下來,然後來到一個,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手,拉的時候會剛好是, 跟重心引力,就是平行的這個方向,所以在這個動作的要求,就會變成,如果你沒有辦法維持,你自己,在這個平面上的話,那你就很有可能會變成是,使用到下背部的力量,去這樣子吊著,而不是訓練到我們手臂,後面的這個肩,的動作,所以這個動作很重要喔,你一定要先能夠找到這個姿勢,好,那我們要怎麼去找到這個姿勢呢,就是,我們可以其實, 可以利用蹲,或者是硬直的動作,先微微的讓我們的腳,停在,呃,半蹲的姿勢,我們看一下老師的動作,所以你先讓你的腳稍微停一下,然後讓你的身體可以在這個姿勢,完了之後呢,就可以把雅鈴,從剛才講到手伸直,然後請你Focus在手肘,往天花板的方向,抬高,好,但是腳不能跟著站起來喔,如果腳跟著站起來喔, 你的腳跟著站起來就會變成是,針對腳的訓練,而不是我們想要的,就是,背部的訓練喔,所以你的腳就是,讓他做一點事情,讓他持續保持在蹲的位置,然後只要手肘微微的往後夾,然後肩胛骨勁住,之後慢慢的放,可以喔,好,那我們就一起來做15下,那個,俯臥滑船的動作,所以準備姿勢,腳有點微半蹲,不要站起來,然後1, 1,好,背夾住之後慢慢放,好,人沒有動喔,2,然後慢慢放,好,來3,4,背是變平的喔,5,6,7,8,9, 10,11,12,OK,好,完成,好,所以如果在這個動作下,你會覺得腳有點痠,那你就稍微不要蹲那麼低,好,所以我們的重點原則上還是要先去找到背的用力,然後腳的話就是讓他只是稍微有一點事情做,不要去參與到,我們抬起來的這個時候會有點往上抬得好,OK,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動作的, 一些做動作的小技巧,那當然也會有人是做單手,那你就單邊,拿牙齒就好,然後你也可以把你的另外一隻手輕輕的靠在,記得喔,不是整個人靠上去喔,輕輕的靠在一個板凳,或者是牆壁上,然後去做單手,做滑船, 那這個也可以針對如果你是有左右邊的力道上,比較有差異的人,來增加弱邊的練習,OK,好,那這個就是第二個動作,就是我們倆 火握滑船踩紅領,OK,好,那最後一個動作呢,最後一個動作是什麼啊,側平鞠,好,欸,喔,最後一個動作我知道,小南瓜尖側平鞠,小南瓜尖就是,我們大家很流行的就是說,在我們的手臂的這個地方,OK,會有一個小小的這個,三角形的部分, 好,那就是會好像有一顆南瓜長在那邊,叫小南瓜尖,好,那你可以透過現在老師要教的這個叫做,側平鞠,啞鈴的這個動作,好,那一樣有沒有中文系的同學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這個動作,沒錯,我就是側面,然後平平的把它取起來,就是這樣子,OK喔,好,那我一樣先不用器材做,好,我們呢,腳一樣先尾輪,所以站姿一定要先穩定,確認身輪之後, 我們的手就從,一樣喔,就是要先保持穩定,從大腿的兩邊,然後從旁邊,平平的給它舉起來,然後再放下去,然後再舉起來,再放下去,好,所以一樣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們如果啞鈴啊,因為我們的這個動作的阻力,主要是肌肉在這邊,好,它收縮的方向就是這樣子的,好,所以我們當然會希望我們的利弊,所以一樣是啞鈴,你看, 你看,老師這樣拿就很簡單,但是如果要我這樣一直就hold住,我就會覺得,大概30秒,或是10秒之後,我就會撐不住,意思就是說,擋開來越開的話,這個啞鈴給予你的主力會越大,喔,它會跟槓桿的利弊有關係,所以呢,我們在做的時候,如果你覺得強度上是可以的,你是比較可以承受住,像這樣,值得重量的話,你的作用方向你就可以變成比較,稍微在旁邊, 這樣一點點就上去,一點點就上去,一點點就上去,然後一樣幫我維持12下,那你如果等一下是覺得,舉到這裡,非常吃力,即便舉一下都有點,抬不再起來,甚至會整個身體都變形,我們的作用範圍就先在這個地方也可以,OK,好,但是記得喔,身體不要去甩,甩動,所以你不是用你的下半身的力量把它帶上來, 讓它撥讓它撥讓它,不是,你要完全靠你自己的手臂,把它帶上來,所以一樣在這個動作的邏輯上,如果你不想要腳彈跳,幫助太多,你就讓你的腳微微的有一點感覺,然後就告訴它你要一直蹲著,不能站起來,然後我們再去把我們的手,做拉開的動作,OK,好,好,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一樣就跟這老師一起做12下,可以嗎?好,來,準備囉,準備,1, 慢慢回來,2,3,4,5,整體的側邊喔,6,7,8,9,加油,10, 10,11,12,12,OK,好,有沒有找到自己的小南瓜呢?沒錯,這就是針對我們這個南瓜間,做小南瓜側瓶聚訓練,好,那到這邊,大家已經累了嘛,老師就有點累了喔,好,老師加油,老師,不行了,OK, 那再來呢,當然今天的動作就是只有示範一組,再一次講一下,不是這個動作,每一個動作做一組就OK囉,至少要幫老師完成三到四次,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直播有線,老師想要給你們很多很多的動作,所以我們就沒有每一個動作都做滿那個珠珠,所以請大家自己在幫老師步行喔,那我們就直接接入今天的生長,因為我們今天是做很多上肢的訓練,所以我們會針對上肢做生長, 第一個動作呢,就是趴姿後轉,好,那我示範一下,我們先趴著,之後一次他會伸展一邊而已,好,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左手伸在我們的肩膀旁邊,頭看向右邊,然後你的右手可以幫忙退一下地板,然後左肩不要離開地板,只有右肩離開就好,然後慢慢的把我們的身體的力量往後壓,然後記得肩膀不要往後壓, 上台喔,不要擠壓到我們的肩膀,肩膀還是保持往後貼皮,然後我們順勢就是把右手往後帶,那當然你的強度上如果可以,你可以把它往後延伸更多,或是透過身體往後延伸,那你會覺得左胸筒先側,會緊緊的,然後在這邊深呼吸,呼吸,然後幫我停留20秒,早30秒, 好,回來換邊,好,回來換邊,那我自己換邊示範,所以右手平貼地板,然後看左邊,然後右邊肩膀壓下去,然後伸展一下後腿,肩膀可以盡量往後延伸,然後身體往後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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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3,2,1,那這個動作呢,除了你今天訓練的人可以做之外,如果你是每天必須要坐在辦公桌上非常久的人,你是有約會長時間,會已經留在這樣打電腦的姿勢,OK, 玩動物生泳會的姿勢,那你其實就是很適合把你的肩微微地把它打開來,做一個開心的動作,好,然後這是第一個伸展,第二個伸展呢,叫做坐之駱駝駱駝式,它其實是來自於瑜伽的一個坐,一樣是展開我們身體前側的這個動作,那我們今天會在,因為這個動作在瑜伽上是一台跪的,就是膝蓋會跪在地板上,那我們今天是坐著做,好, 好,那我們把我們的兩隻手的手指頭,放在我們的屁股下方,然後大拇指跟大拇指是靠在中間的,之後呢,我們會慢慢地做前移,好,然後呢,把胸口做往前往上推的動作,然後這時候你就會感覺到你的手臂的前側, 你的肌肉緊緊,好,然後甚至會有一點麻麻的,沒有關係,就稍微停一下,好,那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加強左右側,所以如果我們要加強左側的話,我們就會把我們的兩隻腳往右邊倒,然後把左邊的肩膀,再推上去一點點,然後左邊的屁股就會開一點點, 好,之後呢,會換另外一個方向,右邊,然後這時候,我們在伸展加強右側的時候,左手會稍微低一點,因為你如果兩邊一起撐,那你就會退步過去,所以我們就要把單邊稍微微放鬆, 然後確定我的伸展是在我的右邊前層,好,慢慢回來,然後小心,坐回來,抖一下我的手,好,所以今天呢,要帶給大家的伸展動作就是這兩個,一個是趴姿後轉,然後另外一個是坐姿或駝手, 就是一樣去做開胸的動作,那他可以分左邊跟右邊,加強,單邊加強,好,那記得在做這些伸展的時候,都不應該感覺到脖子這個地方是有痠痛的不舒服,你要盡量把你的肩膀做下壓的動作,去拉長你的脖子,而不是讓他慣性的手肩,好,那以上如果還有任何訓練上面的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你們都會看,好,感謝大家, 這四個禮拜來的支持,然後我們還有一堂課喔,不是最後囉,所以明天跟禮拜六,都請你們一樣準時,在禮拜四的話是八點,然後禮拜六的話是七點,然後收看我們的直播,那今天就很感謝大家,然後動作記得要重複補習,OK嗎? 好,掰掰